我們當然覺得其實突然間覺得很驚喜 昨天接到這個國家第一雜誌入選 台南入選為全世界30個2024年最酷的一個景點 而且不只是城市 不只是景點 算是一個城市 這是唯一台灣入選的城市 而且它特別講說台南不在於鋼筋水泥的建築物 而在於富有古藝的美意 富有歷史的意義 其實這個點讓我們非常感謝 因為世界上即使是古老的城市 台南400年算是年輕的 相比於像英國愛丁堡900年 還有一些法國一些城市的上千年 其實台南算是年輕的 但是由於台南的人文抵御 還有文化的深化 讓這個國家第一雜誌的編輯 以及很多友人來青睞 我們感到餘有榮焉 而且我們也會持續把這個文化美食宗教 甚至是嶄新的科技之都的印象 讓來台南的人 以及沒有來台南的人的外國人朋友 在網路上在實體的參訪上 能夠留下更深的印象 而且也會對台南產生更好的一個印象 這點我們是持續會努力的 而且聽到這個消息 獲得美國國家地理雜誌的一個青睞 我們非常非常振奮 也非常非常興奮 也會讓跟我們市政府的同仁 還有所有市民朋友們一起慶祝這個事情 來自為人民的一般 都不及鎮 也會是耳骨 會 對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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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